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碗里面有一颗满满代表零号的母蛋 象征我们之后可以每天都零确诊 那近来我们的确诊案件也都渐渐的平静 那怎么样恢复正常的生活 又能够例行我们防疫的新生活 那这样我们的生活当然就会越来越安全 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试试看 今天最主要是来吃卤肉饭嘛 那看看就是说我们餐厅这样开放之后 有相关的一些准备 那是不是足够让大家能够安心的饮吃饮吃 那近来我们的确诊案件也都渐渐的平静 那怎么样恢复正常的生活 又能够例行我们防疫的新生活 那这样我们的生活当然就会越来越安全 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试试看 照顾讲就跟我讲说九令来了啦 我说九令来了 有这么大咖的来 这真的是很好 那没有是九个零 今天我们没有新增的确诊案例 那解隔离有389人 解隔离 那大家中午有没有在吃过我们的卤肉饭 那跟也跟那个大家也开一个玩笑 那也蛮高兴的 那那个前面那个中仁祥 中仁祥就跟我讲说九令来了 我说九令来了 这么大咖的来 真的是很好 那没有是九个零 是九个零 我们连续一九天没有确诊的个案 那当然我们生活里面的快乐的元素 就越来越多 那昨天晚上我们针对在WHA的推案 那也召开了一次视讯的会议 那参与的国家也相对的多 那成绩也都比我们以往 在相对在日内网 跟里面相近的国家 在开议会议的时候 那就是不管是人数 成绩都比以往要来的多 那大家仍然对我们台湾 现在在推动的 相关的这些防御的措施 跟造成的一个成果 也都非常的好奇 也提出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 希望了解台湾是怎么做的 那相信台湾在这段时间的经验 未来也是会作为一种 在防疫上的一种模式 我认为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也代表自由民主的地区 怎么样运用人民的合作 那能够做成一个更好的 防疫的典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